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你不要这么跟我讲话了 太虚伪了 德语录用他的行为艺术给声势官里提了个醒 很多艺术家都会说我们的创作基于他自己的情感跟记忆 我说经常看到这些我觉得好虚 你知道 可能在那个语境下他说的就是那种虚的吧 但是情感和记忆它就是经验嘛 艺术还是一个比较也比较依赖经验的一种工作方法 经验有好有坏 那你的作品里面有没有这种惯性存在 还是有啦 你比如我的情感和经验是觉得要 我是试图站在更多的非艺术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 我觉得如何用那些艺术以外的因素去逐渐地解构 这个艺术所谓创造力的幻觉 是我一个比较感兴趣的方向嘛 虽然这个结构的结果会不断地继续积累 这个所谓创造力的神话 就因为我越这么对这个艺术概念怀疑 然后在这个艺术系统里就变得越是坚定的艺术的捍卫者 这是一个那种矛盾的概念 但这也是当在艺术迷人的地方之一嘛 格宇璐那些作品是你最满意的作品吗 不是吧 我都很羞愧去提这件作品 因为太多人去承认了 它已经是一个尸体了 梦生上 你为什么会说它已经是个尸体了 我说它是尸体是因为它没有再去 你知道如果不是一个尸体 因为它是鲜活的 它会自己不断地生长 但它在那个街上也被移除了 然后它的形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定格在那个 那个新闻网络的最后一个瞬间了 我们只是在不断地去回忆它 但它不能在真实的生活中间再继续去生长了 某种程度上很多时候美术馆是一个陈列尸体的地方 尤其是博物馆 对吧 博物馆的源头就是一个陈列尸体的地方 从木乃伊到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这就是尸体了 到从尸体墓里掘出来的东西 到以前的人那些绘画 它都是一个已经确凿无疑在那个位置里面 确定的在过去世界里的东西 我们说了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过去的作品的话 它的价值要是什么 那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过去的作品也是一个常看常新的东西 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说 那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所谓的古典的作品 所有的作品也都可以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当代艺术 虽然我谈那些是尸体 但是我也喜欢看那些东西 只是在另外一个视角下来谈 我想说是有些作品 如果你有静态的目光去看 想要以静态的过去的那个时刻的角度去切入的话 你没有得出新的能够启发你的东西的时候 那很抱歉 它就是一个禁止的没有营养的东西 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叫搞搞正冒帮衬嘛 就是粤语里面的搞搞正冒帮衬 捣乱但是不产生经济效益 就成了这么一个俗语 用来形容那些老干些不正经 但是你一看又不赚钱的人 干了一些不太理解的活 因为我做的艺术就是都是搞搞正都捣乱 但是没帮衬嘛 就是它并不产生经济收益 积水艺术存在是因为语言没办法替代它 有时候没必要太多的语言去解释 那究竟作品的解释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解释是有必要 但是你不要信它 可能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观众太依赖于解释 而拒绝自己去寻找答案 如果你自己去寻找答案的时候 那么解释只是你参考的路径之一 很多观众他会觉得会出现两种很搞笑的情况 一种是觉得这个解释怎么什么都不写啊 你怎么都不写我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呢 还有一类观众觉得你写这么多 那你还需要做这个作品吗 比如说我们假如 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非洲艺术家 然后用一堆枪支做了一个作品 然后呈现在这里 你以一个完全缺乏语言文本环境的角度去进入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只是用枪拼出来的一个装置 但是可能当你结合到语境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这些枪支 比方说非洲 我是瞎编哈 没有任何具体指示 非洲呢 那他可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一个国家 你知道很多军人政府独裁嘛 那人民流离思索嘛 枪支是不受约束的 暴力是在那个国家机器失效 暴力不能被国家垄断的 那他在那样一个环境里 枪对于他而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你一个完全不了解这个文本环境的人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会缺失很多很必要的上下文信息 就像你像这个展览你好像就没有写的吧 我有啊 有新闻稿啊 对 除了那个之外 但也有人不看 对 那个是现场不会看 因为如果你放个旁边注视在旁边 可能大家还会看一下 是吧 因为这就是一件作品 所以展千你贴哪都很奇怪 所以我放在入口有张新闻稿你可以看 我觉得不需要这些 你也能明白我在干什么 这些日记你一看就知道 但是就目前来说 并没有谁说一定得要文字才能进入这个作品 就那些喜欢你的观众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喜欢你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就千奇百怪的答案都有 有人来我这里看见这个作品很喜欢 他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哇 这都是每天我在上班的内容 他会这么说 我就想 那你不应该觉得很枯燥吗 但他反而很喜欢 因为他觉得他工作的内容 终于被当做一个需要注视的对象 来放到了美术馆里 但是有的人又会很失望 哎 这不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内容吗 因为他觉得天天看 怎么来这里还在看 你看他们都是从一个出发点来看这个事情 但是完全得出了两种结论 所以你说这个喜欢我和不喜欢我 我其实也总不明白 大家都有各自的答案 对 你本身也不是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剧情 本来也是个开放性的事情嘛 我欢迎观众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 或者是给我一些补充嘛 你是否会觉得说一个好的艺术家 他应该是更客观性的去展示一个东西 还是说他真的就可以如此的主观 把自己的日记放在一个地方 这个问题问得好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 就是一方面艺术家怎么可能做到客观呢 这是一个伪命 我们说好的艺术家 但是否这是一个 我觉得对于艺术来说 没有什么是否需要或者必要之类的事情 既不需要绝对的主观 也不需要绝对的客观 也不需要相对的主观相对的客观 不需要没必要 我觉得才是艺术的核心 必要意味着标准 意味着绝对 意味着唯一嘛 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都不是我想的 对 我很喜欢你这句话 我觉得他带着一点叛逆的感觉在里面 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 所有坚定不移地告诉你答案的人都是骗的 对 没有那种东西 这个是上一次展厅 他这里是一个黑屋子 是一个影像放映厅 那我就把这个房间拆了 拆了但是我留了一半 也就是拆了一半停止了 我把一个过程给暴露出来 我不是一个结果 拆干净了就变成我的展览 不拆是上一个展览 那么拆了一半的时候 留下这种东西 恰好是这个过程之间 一种背后的工作的暴露 你所有作品里面 你平时在就是抛出去想到一些点子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为说觉得说 他可能后面会触放到什么样的后果 而去否掉自己的一些点子去做 我觉得不完全吧 就是后果发生了 我去后悔也没有意义 相反某种程度来说 这些发生的这些后果 他进一步地教育了我 他开始教准 他有点像一个对现实地位有偏差的一个仪器 这些后果在不断地替我校对这些偏差 所以我觉得这些后果也是有必要的 我还有自由之身 我还有生命 那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后果是不能承担的呢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展览的话 之前我会发现像我们今天的时候 你也会跟我讲 有些人他可能像一个领导一样的 去让艺术工作者去做这些事 就他已经从一个艺术家 变成了一个领导的感觉 甚至你会说那个是一个 一个特权的一个存在 那这个特权他究竟你具体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特权的根源 是跟社会一败相承的 艺术也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吧 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会吸引 足够多的资源聚集在他身上 他会掌握足够多的分配的权利的时候 他就会 无形之中其他人要求着他 那他可能就会变这个 这个时候他就似乎有了一种特权 即使我想要在办公室里去 自己去填发票 自己亲自把发票递给财物 自己去跑腿 说亲自这个词的时候 就已经是特权了 我总不能给他一耳光说 你不要这么跟我讲话了 你不要送我到电梯门口了 你太虚伪了 那你在这里说艺术家不应该 拥有特权的时候 这个观点 即不就显得很尴尬吗 对 所以是我们在理念上 无限的呼吁这个事情 但在现实上 我们要不断去克制我们的行物 现实状况它是这样 但是有些艺术家 会做得比这过分的多 尤其是你本身做的东西 就是一个非常 以前的东西 就非常有艺术家特权意味的里头 感觉说我们跟这个监控 对着看的时候 或者说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这里 正常人的话 可能不会这么去做 但是当我们说 它是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人们可能就默认了 它的一个合理性存在了 艺术家不应该拥有特权 这个观点 是你提出来的 会跟你本身 给大众的一个印象是相仿的 这一点 所以艺术家不应该 拥有特权的前提在于 艺术家对于现实的后果的承担 好像有的时候 跟普通人不一样 对吧 当然 一定要说 我觉得我也享受了艺术家特权 就他们也并没有 对我进行批评教育 是吧 那这是街道办的问题了 如果他喊我去 我就接受了 我给他们发展信 他们也不回 我给他们打电话也不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坐下来 我把你带他一点 更远距离 好 我们说在艺术馆的时候看到一些作品 可能一些观众他看不懂 他可能还是会比较天卑的 就保持一个沉默 或者怎样 就问那个是艺术 我不懂 但它是艺术 这种感觉 对普遍来说 对特权的积累 是我前述的那种因素 但你说这个是在具体的艺术行业里也存在 对哦 就是说因为艺术是制造幻觉 是赋予一些东西神秘性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些艺术家他赋予神秘性 尽管看上去比较失败 但是观众依然不敢戳破他这身皇帝的新衣 因为幻觉到某种程度上就是可以止路为止 对吧 有些好的作品跟垃圾的作品 真的那种分别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立马就是天然之地 这个我倒也不否认这一部分的存在 这就是这个行业会有的一些现状 但是我是觉得观众不懂 说出来自己的不懂 倒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因为看了什么都不说我就走了 然后还要不懂装懂 我倒觉得是更大的问题 这个会算是你的一个包装吗 还是说你是硬把自己拐成另外一个创作的制度方向 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特径 事实上是这样 不单是艺术家不应该拥有特权 因为任何人都应该是一个平等的人 这是一种肯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样 很理想 对对对 但是在现实困境中间它就是 所以我这几个月的实践也逐渐是在感受这个问题 我当然知道不应该有 但这些东西已经在我身上了 我连扔都扔不掉 它的矛盾真的是挺麻烦的 就是你意识到了特权 你去想要告诉别人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你的时候 它又成为了特权的强化 就好像你怎么做在这个里面 你都是在积累一种对特权的结佳 连消除特权的行为也变得充满了特权化意味的时候 真的在实践中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太困难了太困难了 但尽管如此我觉得我还是要努力去做 因为我相信这个理想的东西还是要不断追求的 就像我说的这个这个画圆 我们画不了一个圆 但是你总不能拿了一个正方形 你就指无为法去说吧 对吧 还是要追求的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一键三连鼓励 你还想跟我们谈讨什么样的艺术话题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可能是艺术 愿你下期再见 这是我没天赋是吧 诶 葛老师您知道怎么回去吗 来我送您到电机间 来按电机来您慢走